如果按照道上這個行情 大概一成 就是一成10% 那所以如果有4500萬是 映小薇 那這個數字是合理的推斷嗎 而且映小薇喔 他就是一個重來重去 在中間那樣子 噢噢噢的這樣子的人 他沒有行政權 他無法蓋章 可是他的意志很堅定 他開了30幾場協調會 然後所以搞到最後行政官員 也是蓋章的意志力也變得很堅定 是 應該這樣說 他分三個錢 一個就是給映小薇4500萬 那給阿伯10倍是合理 那連話講的這個叫做31或41什麼概念 如果他懂建築 然後找一個他的建商朋友 然後入股10% 20% 他就可以賺3 40億 可是阿伯沒有那麼聰明 因為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 人家157耶 知識就是力量 所以我覺得他滿笨的 所以好 那他如果沒有找人投資的話 因為看起來股東就他們精華層嘛 然後也有出現的資料是有幾億的 就是從各子公司抽出來的 不敏感 抽出來的來行賄的等等 那今天呢 我覺得幾億是這是可以估計的 是合理的推過來 做生意就幾十億 你知道 鋁鹿股就幾十億 20% 那純拿錢幾億的 今天陳佩琪用證人身份被傳 那是 這是一個最大的惡耗你知道嗎 惡耗 當然是 你說陳佩琪 陳佩琪到底是 因為 因為證人不能說 這是跟陳佩琪無關嘛 那陳佩琪 證人會不會轉被告 顯然陳佩琪是管一件事 金流 你有沒有看到 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是 所以陳佩琪被傳 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 然後呢 今天 當然最後有沒有金流 很簡單 只要傳到 只要那個廉政署 送附訊到那個檢察官那邊 那他的發言人就會講 今天地檢署發言人講說 我們會用什麼職務 會用什麼法條爭辦 如果他有金流的話 他就會用違反職務 或不違反職務 收賄 那就是收賄了 那就是有金流了 如果用徒利辦的話 就不敢肯定有金流 因為還沒查到或怎麼樣 我看這個案子其實 你知道 我講在節目講一個小秘密 我最喜歡了 好 這個案子是聯政署在主辦 對不對 副署長都來了 最近聯政署有一批狗仔隊 你知道嗎 真的嗎 聯政署本來就有狗仔隊 聯政署裡面做狗仔的事情 像鄭文蔡就被這樣搞到了 跟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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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人家狗仔隊 做狗仔隊的事 應該叫機動組吧 對啦 對啦 你比較專業 一群很年輕的人 很年輕的人都固定去 重要的案子去拍照 那叫飛狗隊 飛狗隊 不是飛虎隊 所以你發現 柯文哲是已經被跟了一段時間 你看慢慢丟出訊息 那檢察官對怎麼樣 你知道 對於老牌的司法記者的大報 是有人情壓力 也互相利用 就好像跟那些報紙的記者互相利用 你看慢慢丟一些訊息出來 有時候是辦案需要 對 除了知道社會氛圍 還是我們老交情 我吐了 因為你都不給他資料 他就幹你 外怕氣的幹他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共生的概念 你看一點點丟出來 什麼逃猪影員 哪裡 這都是 都是那個什麼 飛狗隊拍到的 真的 我就講個概念 因為調查局沒有幹這個事 可是連這組 都幹這個事 很喜歡幹 因為很辛苦 半夜那邊走在門口 都弄到天亮 那這些小鬼 年輕的公務員 喜歡幹這個事 因為幹的會升官 有衝擊 所以有人去跟 然後現在缺的是金流的證據 所以去搜索 並且帶回管帳的夫人 陳佩琴 對 因為八九不離十有金流 第一個 沒有傳夫人的話 這圖利 你就要這樣去搜索什麼 我認為有一點顧忌 可是有金流的話 那就衝了 而且即使有金流 我去了 我也讓你滅政一小時 我六點半到 我也可以破門路 我也可以找索將來 因為我有搜索票 我有搜索票 法官有發 就是還是尊重第三大黨的主席 369 對小嫂還是尊敬的 你知道這個案 算是李玉 對他身份上的李玉 算李玉 那柯文哲最後不是出來 就在家裡之後出來 要移到那個廉政署的時候 就是設立而內任 這時候講謊話沒有用 我在你節目呼籲 認罪協商 這個判起來那麼多罪太重 你承受不起 他聽不到 他現在在偵訊當中 聽不到 不能看直播 孫好平平常在市議會 監督的這樣力道很強 他一定要坐牢 然後到最後你看 不是他一定要坐牢 可是不必讓他坐到這麼久 坐那麼久 像阿扁關六年 他一定要關他 或關六年 我覺得還行 這樣就好了 很多事情是取法乎中 這社會 這是中道的力量 你知道 然後舉例說他 這個事情非坐牢不可 因為你太壞 你践踏了幾百億 你幻滅了小草的希望 而且你讓台灣的中道力量 會讓藍綠更囂張 因為沒有中間制衡力量 這是很嚴重好不好 在台灣 你們思考一下 好 你這一段對 你同意吧 他把第三勢力都毀掉 對嘛 那你藍綠執政就囂張 沒有人可以動彈他了 這對台灣不好 然後你坐牢 你一定要坐牢 可是不要 我也不怕你坐太久 人還是有側隱之心 可是你要坐多久 是你自己的智慧的決定 好 這是鍾小平議員 最後的溫柔 對柯文哲 這個誠心的呼籲 認罪協商 然後呢 因為這件事情 使得台灣的政治發展 接下來恐怕真的 變成兩大板塊 這個對藍對綠 沒有了中間 原本大家期待的 那個制衡力量 其實對台灣整體來說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這件事